台湾电路板协会称雄国际PCB产业 是所有电子产品变得轻薄短小的幕后工程 这个产业整合了高端技术 效率生产以及绩效管理 默默做出卓越贡献 连任台湾电路板协会理事长的吴永辉 率领该协会创各大工协会先例 推出产业白皮书 推动台湾第三兆元产业 例寻一条PCB产业不一样的路 还有各位队宾大家下午好 刚刚店长各地间都有介绍我们电路板协会 因为我猜你这本书应该是因为台湾电路板协会合企 那当然我也必须用这个机会 跟各位稍微间谍的介绍一下 台湾电路板协会 台湾电路板协会 他就是做电路板 就那么简单 但是这个电路板在台湾已经 升级了大概超过的40年 那目前我们成立的这个协会 最主要是在联合所有这个业界做一些服务的平台 那大家做一些技术上 以及市场方面的一些沟通 那目前我们在台湾电路板协会有365家的飞银厂商 目前这些飞银厂商有超过160家 已经是在台湾上市轨 那我们在2010年的时候 所以我们的整个所有的产值已经超过8000亿台幣 它应该是 目前看来是全世界 就是电路板是全世界第一 因为我们的产值是全世界第一 那么在台湾的这个产业是仅次于半导体 还有那个 尤其民旧国力的这个产业 是台湾的第三大产业 所以刚刚的意见来讲说 我们一直在走在后面 这么大的一个产业 竟然是都是走在后面的一个状况 那这个是但目前状况 那当然我们也因为了 这个产业的一个后续的纽细发展 所以我们在前年度 也在楼营厂的大意志之下 我们发布了一个所谓的白笔书 我们见过了一个六大的购片 那么这六大购片里面 整合了所有业界的力量 还有业界的意见 来开拓一个台湾的这个产业 电路板产业的一些达民主化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也因为这样 所以我们在前年度 特别的是受到行政院特别的关爱 把我们的台湾的电路板产业 也跌入到了行政院 现在生产14.0的一个重点产业的发展 这是一个相当难免准备的 那当然我们这个协会 除了在这个产业的一个发展之外的话 我们也一直不忘公益 我们各位可以知道 除了赚钱 企业除了赚钱之外 社会折合是蛮重要的 所以我们要成立一个环境公益基金会 那么这个基金会的话 我们要注意提升的 绿色的竞争 还有善意识 各位社会的合论 我看一下今天比较特别的 我一直在里面的电板产业 我今天比较特别的 我们这个八个猪脚店 坦白说有三个是来自 地区产业 是因为我主办还有陈正雄电板的董事长 还有另外是新区电子的曾董事长 八位变阅 三位是属于电路长的产业 而且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状况是 这三位都是当过我们电路板协为理事长 对不对 而且都很帅 对不对 我不晓得第一天在选一个问题 挑选这个直角之后 甚至是在挑女士长还是在挑帅哥 都有挑 不过 如果回到我个人来看的话 如果我个人从书里面看的话 应该都很了解 我个人来看的话跟齐一 她的七位直角比较起来 我看说好听是说白手起家 不过其实呢 应该是说不学无数 犯人起家 所以我的故事是立健 把她做立健 我刚刚讲说她是编辑也是导演 她把我写的是很平凡的人 把她写的圣母红线 这个是相当不简单的 不说来都是学华 不过我看 我台语的计划想说 台语讲的是这个 我可能要想一下 不是不是 要做书 不免得走路 不免得走路 我们在三十几年的时代 各个台语都讲说 如果你想要努力 你想要当牛的话 就有工作 有天做 但是我接着三十年前的话 台湾 我的另外讲是 台湾以及银爬邦 比较说的 当我们的银爬邦 刚起步 所以到处都是黄金 到处都是金钱 只要努力的话 都可以创到一片天 我觉得我个人 我是南部的乡下人 所以我 也从那个地方 带了六百块钱的台币 到台北来 不能讲创业 是在嘴唐楼 一路就是这样很平顺的 我觉得也不错 很平顺的 能够到来给今天的状况 我真的很满足 那也能够得到一天的赏识 那我这点相当不简单 不过我是觉得 时代变了 如果要每天竞争一个 什么样的勤勉的话 我觉得不是只有努力 因为这个时代变了以后 我们除了你独立以外 还要有智慧 还要有更多的创业 创意 所以这一点 是相当不简单 不过 我也特别觉得 时代再怎么变 有一个预计是不变的 有一个预计是不变的 我常常跟总的同学讲说 企业的竞争 除了策略技术 还有创新之外 结识的关键 最重要的是在 品德 就是道德 我觉得各位 应该在今天的社会里面 大家都很清楚 品德 道德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基础 所以 我在创意当中 我也跟我们的同事 跟我们同事 都这样 那最后 我们大概洗脸说 大家都能够用欢喜的心 做应该做的事 我们勇敢走不一样的路 那最后 我祝福我们这个苏大麦 或苏大麦 或苏大麦成功 谢谢各位 产业人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